好,我們來介紹幾個跟螢幕繪組工具相關的 你點開這裡面呢,我有放幾個是跟這個相關 你看我這樣放大很縮小,這也是比,對不對 我平常主要是用這一個,叫GreenEvent 那這個的話大概600多K嘛 不到就應該好齁,就戴著抖 這裡面的,除了你剛剛看到這個要安裝的 其他都是戴著抖,放在蛇神點就好了 那一樣的這些檔案都有放在玩偶上面 所以如果說,您今天沒有帶隨身碟來的,沒有關係 您從右手邊,有沒有,這個點開,通通都在上面 上面還比較多 反正你就需要的再帶走吧,我就放幾個,我們可能會用到 那以這裡來講的話,比如說像老師可能需要這個螢幕會底的 我先介紹這個,這個是比較簡單,正德國貨 因為呢,它好處是,你可以不用計快速鍵 所以你看,你點了知行趴 有沒有一個小小的開始在右上角這裡 那你真正要開始的時候,就跟我們一般看一些正務節目啊 財經節目一樣 有沒有這個跑出來的 然後你就告訴他 好 箭頭,請同學看這裡,有沒有 這樣就很清楚 對不對 好,或者說,你來看一下我們等一下用這個地方喔 這樣總理,滑手在畫來畫去容易多了吧 對不對 那你如果不要了,你就按這個正統,那就清掉了 這裡也可以打字 好,那您稍微注意一下我們右手邊這裡 有沒有發現它是有兩個不同的 同一個顏色,但是好像有兩種 我們預設的就是螢光,所以你會發現有點半風雨 那右手邊這個就死心了 就這樣而已 那筆刷的大小呢,就是由右手邊這個去決定 所以,如果您覺得OK了 您就把它按 離開,它就關掉了 所以進到這個模式的時候 就好像把畫面拍下來 你事實上電腦是不能操作的 好,不能操作的 但是你可以放大 你看這裡有沒有放大,是縮小 然後平移,有沒有 這樣也很方便啊 我們在講解的時候,尤其是看一些網址啊 或是比較小 尤其老師,如果是教英文的 或是外語的 有時候字,真的好小 我就發現那個外國人已經 好厲害齁 看中文,底話說真的還好 可是看那個英文字 就覺得好小,要看清楚就不容易齁 那甚至您可以把它直接輸一下 或是要剪接褲頭也可以 就是包括在裡面做的這些內容 有沒有,像這樣子齁 所以,這個呢,是最簡單的 那麼,第二個呢,跟您介紹就是 我平常比較常在用的是這個 這個,這個 那這個呢,其實您如果執行的 一樣,它就是500多K而已 所以執行了之後呢,會有這樣子的一個 點到它這裡 雖然都是英文的,但是還好 你可以看到它有Ctrl加1 然後放大就是Ctrl加1 然後呢,畫圖就是Ctrl加2 好,Ctrl加2 那如果說我們 因為今天應該是不用中場休息 如果要中場休息 如果要中場休息 就可以這樣子 這樣一定會起來走一走 哈哈哈 對不對,好 這是Ctrl加3 偶爾用一下還可以 好,那比如說我現在要放大某一個區域 比如說你看,我們在看這個網址 欸,我要是讓你看得清楚 我就Ctrl加1 滑鼠我會先移到我要放大地方 Ctrl加1 我們就放大這個地方 對不對 那你確定好位置之後 按下滑鼠所鍵 它就會自動切換成底的模式 那如果你覺得 欸,我這樣畫得不夠直 你可以搭配什麼 搭配我們Shift 有沒有畫一條直線 對不對 如果您搭配Ctrl鍵 就是畫一個辦法 那當然 也要會把 你畫差距對不對 英文的 像比一張叫做Eraser 所以快速變成ABC 就切掉了 欸,還有 如果您覺得顏色不夠的話 怎麼辦 欸,你可以用滾輪喔 有沒有 像可以跟納州講 不過 我比較不喜歡玩這個 因為這樣其實看得懂 會比較不錯 所以我通常會 就是到電點之後 我就固定了 好 那偶爾會 可能需要移動的 比如說,欸,我到這邊 好,到這邊 那我移動 就按下滑鼠鍵 我就可以移到別的地方 給人家看 我們要看這個網址 我會很快到那邊 就直接開始做 比較不會像放大手腳 放大手腳 那萬一您覺得這個 顏色不夠怎麼辦 您認識的那個顏色 第一個字 就拿出來用一下 紅色,R,Red,有沒有 好 然後呢 綠色 Green G 還有什麼 Y Y 還有呢 Orange 然後Blue 這樣應該夠了吧 平常白板都沒那麼多顏色 你怎麼可以要求它那麼多顏色呢 好 好 那再來呢 如果你覺得 啊,這樣筆太小隻 按著 果然往前往後 有沒有 放大手腳 這樣筆就可以比較大隻 好 就可以比較大隻 那離開就按ESG 後 所以其實 這個 有沒有,也是很單純 只是這個的話 就是你記點快速鍵 可能在操作上會相對容易 當然不用也可以啦 就是 就是 有快速鍵 第一個它就沒有任何干擾 它就比較方便 可以用 那 如果說呢 您是在一般的 那個 教室裡面來上課的話 您也可以搭配一個東西 這個 虛擬教片 教片 現在你可不能拿來 子體教室嘛 對不對 我們就拿這個 虛擬的就好了 這樣總有 看起來比較大顆一點吧 對不對 這樣 萬一同學 有時候 滑鼠 或者我們用那個 雷射筆那邊 紙來紙去的 總是看不清楚啊 它的這個 教編的最前面 就是我們滑鼠的尖尖 所以 你可以用這個 它也可以 換不同顏色喔 這樣也不錯吧 所以您到這邊 按下滑鼠的 這個右鍵 它就隱藏起來 左鍵 就打開 有沒有 這個左鍵 按右鍵啊 右鍵是檢查 右鍵也是顯示 它有快速鍵 只是要看 你會不會跟老師 平常操作軟體有衝突 那以我來講 我通常是 不用它的快速鍵啊 我就這樣來這邊 切換一下就好 切換一下就可以了 這樣 OK嗎 對不對 對不對 這樣是 您在使用上 就更有彈性一點了 好 如果說 你不小心有需要的 可以這裡 稍微試看看 這樣 沒問題了對不對 那我們第一套的 錄影軟體 我就到這邊結束了 OK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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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